今天是2021年11月16號 再次說明HBL高中籃球聯賽 在兩天後也就是18號 強速對泰山 跟大哥說加油 妍凱俊加油 加油 那個什麼的 我要叫他什麼 妍凱俊跟大哥說加油 妍凱俊 加油 我12月17號要跳舞 OK然後來看一下妹妹的表情 爸爸搞我 今天我們要說的是外公的家 我們來看一下外公的家 外公的家 爸爸我弄一下 好 這是阿 給你看到屁股 不是在閱讀嗎 為什麼好像在按摩 我是 按摩師 這個是客人 請問你有給錢嗎 他有給錢嗎 你的錢 你是你給我吧 今天趕快趕快說 然後 Hulkers Poker Everybody Poker 這動作結束之後 就不可以講話了 今天爸爸要說阿公的家 然後呢 文跟圖都是海倫格力費斯 圖是 James Stevenson 然後翻譯的是 零那個人 然後從這個畫 從這個蜂蜜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阿公阿媽 以及他的孫女 然後我就說了 不能講話 然後這邊有兩個房子 耶穌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曉得 這個阿公阿媽他們住在哪裡 大山寺 住在森林裡面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比較安靜 阿公的家 我們來看一下阿公的家 你看到阿公的家 你裡面看到什麼東西 除了家以外 還有馬對不對 對 還有看到阿智叔叔 沒有 還有一個兔子 好 亂講話 阿公的家 哇 爸爸最習慣這個圖片了 這圖片有樹 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池塘 然後媽媽也喜歡 因為這邊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釣魚的動作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長不天 我要這樣 可以放這邊就好 你不要動 好 然後你們有看到這個是什麼嗎 鏡子 鏡子 這是一個基本的化妝台 對媽媽的化妝台是一樣的 對不對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張 有一天呢 看見喔 媽媽對珍珍說 你也該見一見你的外公了 也就是說媽媽常常跟你講說 欸 炎卓西炎卓伊 我們去看外公好不好 外公就是 做天明外公 OK 阿公就是炎天路阿公 然後他去坐火車 然後這是一個火車 對不對 然後上面可以放行李 然後底下是他桌子 你有沒有發現 國外的火車非常的大 他超漂亮的 他說喔 媽媽帶著珍珍到火車站去坐火車 然後珍珍從來沒有坐過火車喔 珍珍從來沒有坐過火車 問到珍珍 OK喔 然後呢 他非常的開心 因為路途非常的遠 但是珍珍非常非常的開心 在火車上呢 珍珍好愛聽媽媽說那些小時候的事情 喔 我知道了 所以珍珍是跟媽媽去對不對 然後 他聽了一整夜 連叫都不用睡了 那請問一下 他是用利用晚上的時間去的對不對 對 沒錯吧 一直在聽媽媽講話對不對 然後 可是他們一到了外公住的地方 珍珍真的失望 失望一句 他很不開心 為什麼珍珍很不開心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那個房子很老舊 又很小 有嗎 我們來看一下 院子光秃秃的紅土 然後有一個破落的棚子 這邊 然後有一道破落的篱笆 篱笆就是圍梨 就是用木頭做的圍梨 珍珍說 我不要住這邊哪 I don't wanna live right here 她說媽媽說 我在這裡長大的耶 她說媽媽說 有一個老人家就走了出來 站在那個籠子上面 她說 快 媽媽說趕快 外公 原來站在那個籠子那是她的外公 她說 外公好 她說 外公好 外公是男生耶 然後 你的屁股被看到了 趕快蓋 這蓋什麼東西 然後她說 然後珍珍很怕生 就是不可喊 媽媽又說 聽到沒有珍珍 外公就說 行啊 行啊 她如果不 不想叫外公 沒關係 媽媽只好說 那你在外面玩吧 我跟你外公進屋去看看 哦 原來這個是真正的媽媽啦 這是外公 那 只有外公一個人 至於外婆 不曉得你沒有在 我們來看一下 她說 媽媽跟外公 讓你珍珍留在籠子裡面玩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籠子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什麼 有椅子 貓咪 還有貓咪 還有雞 你有看到這個是什麼東西嗎 車 車子對不對 欸 這好像是 蜜蜂 蜜蜂窩 對不對 有蜜蜂窩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她說 珍珍不知道要做什麼好呢 安靜 她從來沒有到過鄉下 她想坐下來 可是籠子唯一的 唯一的椅子被貓咪給站走了 而且那貓咪很兇 喵 如果是爸爸 喵 大 哈哈哈 然後 她想要坐在台階上 但是屋簷下的那個 馬窩蜂就在她的頭臉上 那些馬窩蜂 比那隻貓咪還不友善 有幾隻雞在院子裡面 的沙圖中打滾 真正走過去 那些雞就開始叫了 咕咕咕 而且叫得非常的難聽 咕咕咕 爸爸為什麼你會叫 OK 好啦我們繼續看一下 真正只要走開 她就往地上找 想想看有沒有爬蟲 有沒有蛇 破落的棚子 既然有一隻大野獸 向真正走過來 走得非常快 真正轉身又爬 就拔腿又爬 把腿就拔掉 把腿拔掉就爬 怎麼跑 阿拉拉 這個要一切半 這叫拔腿就跑 阿拉拉超痛的 那也超痛的 拔腿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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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腿給拔掉 拔右腿給拔掉 然後放在手上這樣跑 OK 然後她說 她衝過去那些雞 衝過去那些馬 蝸蜂 衝過去那隻可怕的貓 哇 她拔腿就跑 OK 欸 她沒有拔啦 OK 她還在身體上 然後 真正衝進屋子桌 她說 媽 我的有一隻大野獸 外公非常刺心 她說 那倒是新鮮的故事 你是不是拔腿就跑 真正說 那隻野獸 有長長的腿 有長長的耳朵 然後長得很長的鼻子 是 橡皮阿公嗎 不是 她說 媽媽笑的時候 那個好像是螺子 可能喔 那個螺子夠大了 然後真正說 她會追我 因為我拔腿就跑 媽媽又說 她會追我 媽媽說 她不會養你啦 趕快出去跟她玩啦 可是真正不肯回到外面去 真正說 外面的那些東西都不喜歡我 外面有什麼東西 有 蜘蜂 蜜蜂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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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貓 很兇的貓 還有很 叫聲還難聽的 還有那個 馬 還有那個 那個 還有雞阿 對不對 還有 還有 很恐怖的 沒有了 好來 我們看一下 真正說外面那個東西都不喜歡我 所以在這個圖片裡面 我們看到外公 媽媽 耳朵 耳環 對不對 good 來 從這個故事裡面你們得到 你們得到什麼樣子的歧視 所以 那個真正 拔腿就跑的那個是誰 拔腿就跑真正 對不對 所以 真正他們去鄉下 看他的外公 對不對 那 這個圖 這個圖片裡面沒有看到 文章裡面沒有提到他的外婆 對不對 只有碰到他的外公 ok 所以 第一章的部分就是外公的家 它說明他們去到外公的家裡 碰到外公家很多 很多動物 對不對 有叫聲還難聽的雞 還有馬 窩蜂很兇 還有那個 蜜蜂窩很兇 還有那個 很兇的那個 貓 再來就是那個 長長的腿 長長的鼻子 我知道 還有那個 鋁子 還有馬 對不對 ok 那我們今天就要把這個故事給結束掉 我們要跟他說 拜拜 拜拜 我12月17號要 跳舞 還要去 吃飯 我12月17號 你要小餐 餐